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3月10日星期三的下暗时间 今次有我许刘生 还有我们的马来西亚大马sir 马来根 各位网友好 还有澳洲红只饼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视频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有一节新闻 台湾也立即在播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水果日报》 在台湾也有一定的地位 虽然我们多恨它也好 始终一定的地位 都是可以说这里的传媒大坑 大坑还是大坑呢 这次可能是落坑 为什么呢 这里的新闻立即都卖光了 就是818非法集结案 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等人 所有控罪表正成立 有些人听得很开心 是不是怎样摸称号吗 要摸 怎么摸他这如何 这里收到 perf的法律签关电 matters 那之后 要索一索,之前有两件是认罪的,分别是欧乐轩和梁耀宗的 包括其他人都是否认控罪的,去到这个位置都是要继续继续否认 今天在西九裁判法院也有继续审这件事 下午的时候那些控方证人做工就全部搞定了,裁判官裁定所有控罪就叫做表证成立 否认控罪的人有哪些呢?我们读一读,好吗? 黎智英、李柱明、何俊仁、李卓人、梁国雄、吴海怡、何秀蘭 他们一起都是被控同一项的,组织未经批准集结 以及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今天有个画面都挺有趣的,他们这班人,原来都挺多的都是白头发的 何秀蘭,变成白发魔女,还有李卓人 现在不知是否卖了一楼,还有收入那方面都没刻意去研发了 还有李柱明,都是白的都相当彻底的 长毛都没染发,都是白毛的 还有一个,有些人都是刻意上庭的时候,如果他本身不是刻意去研发 有得他,白白灰灰也好,什么都好,给官看起来的官感上就会有点瘧桑一些 到时候可能判刑方面,都可能会没那么重手的 有些这样的说法,或者可能有点法庭方面的技巧 当然了,开实是刚才说的,不要开心也太早了 不如我们讲一下,怎样叫做表面证功成立 如果表面证功不成立,基本上就放了,那就没得好说了 其实当时那个警察,欧乐谦的时候,都有的 他都有,因为他那宗案,我们最近也有讲过他 因为为什么要讲一下他呢?他本来在这宗案里面 不过他现在认罪了,不用说又要在区压所那里 一二三四六七,快点跟我出来,现在要你上法庭,这边怎么怎么怎么 那就不用了,可以继续跟他们一起在这个叫做区压所那里 听一下演啊,聊一下聊天啊,都可以的,是不是? 嗯,嗯 当时呢,欧乐谦,我们以欧乐谦为例,他都有两项的习警 他有两项习警罪嘛,例如用那个藏啊sir的盾牌 是啦,以及呢,就在sir的耳边用大声公在那里讲话嘛 那次呢,都搞了很久的,后来呢,他这一件事为例呢 裁判官呢,都是说他两项习警罪都是叫做表面证功成立的 即使好像这些,这班友依那样 那有些人就会问,那表面证功成立,那是怎样呢? 那是不是代表已经罪成啊? 那我们讲回啦,没错啦,我们记住啦,不要开心开心 好,大帮man那些我好像都没见到,他说要过去啦 那些鸭鸭那些都没去啦,是吧? 没啦,根据这个刑事审讯程序啦,其实是这样的 控方呢,就会先作出了这个开案层次 那就向法官提供一些证据啦,例如包括一些证物啦 好像肥佬黎这些东西的,就会播很多不同的视频啦 还有听到他们喊咪呀,喊哪里呀,什么什么 我们现在一起喊咪口号,例如肥佬黎就说,快点,什么怒头 快点,例如这些啦 甚至乎我们在地铁站这里解散,什么流水石再去多次 那继续讲下去啦,那当然啦,警方那方面也都要作出一些 一些的叫做口供啦,讲一下对于当时的环境,他们也是看到些什么呢 还有事情的部署究竟是什么呢,也都在之前的节目呢,我们也有说过啦 那这里呢,不再重复太多啦 那跟着就要再讲啦 啊,刚才讲了啦,证物啦,和全照呢,控方证人作功等等 而当然啦,辩方呢,当然是有权呢,可以去反驳的,甚至乎要怎样呢 挑战有关的证物啦,和公词啦,即使我们经常试去那些什么大辩方的反驳啊 或者那些公词呢,都很过瘾啦,很多都小死鬼啦 那好啦,当所有控方的证人作功之后呢 举证程序呢,其实就没有,那你讲完就结束啦 是不是呢,那个举证程序就没有啦 那如果辩方啊,未能够推翻控方的证据的可信性的时候呢 并足够啊,足以呢,令到被告入罪的话呢 这个程序去到这个位呢,就叫做表面证供成立啦 那一般来讲呢,只要控方呢,能够提供到证据或者证供呢 而且,这些证供和证据呢,表面上看来呢 是可靠啦,齐全啦,还有也都是有理据的呢 法官呢,都是会判表面证供成立的,是不是 即是,可能有了片啊,有片有真相啊 之前经常说呢,证供啊,落口供啊,和那些片看来又对不对呢 和所谓的证据会不会有前后矛盾啊 因为官有时都会说的嘛,咦,那些大辩方律师不是有时会说的呢 诶,喂,你落口供啊,这样讲,这条片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常常想执着这些来玩啦 那这里也都是一件事啦 那当然啦,全部东西都过了之后呢 啊,就可以了,就说表面证供成立啦,如果相反的,当然是表面证供不成立啦,是不是 那被告呢,就会去到一个叫做无需答辩 即是如果表面证供不成立啊 甚至乎呢,如果不成立的话,当然可以当成释放啦,是不是 嗯,所以换言之啦,即是呢,表面证供成立了呢 也都不会代表呢,法官呢,会裁定被告罪成的 那现在所以令到他们呢,简直啊,有如热窝上的猛蚀 究竟,即是表面证供成立啦,即是现在呢,就不会放他们啦 即是不会说,哎,你们无足的释放啦,回家,拿个业子洗澡,没得住 现在就变了呢,是,真是这次就叫做十五十六啦 嗯 嗯,以前呢,也都有一些案件呢,都是类似呢,可能啊,审讯完不之后呢 仍然呢,都会,就算表面证成立啊 那审讯完不之后呢,仍然都会被判这个叫做无罪的啊 啊,那例如是怎样呢,因为有一些证人的供词啦 可能后来,后来发觉回呢,咦,有疑点啊 那大家都知道啦,这个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嘛,是吧 那到时呢,法庭呢,就会裁定 罪名不成立啦 某程度上啦,这帮人那些的叫做代表律师也好,定点也好呢 那现在呢,应该呢,就会在这段时间,小小的时间呢,就要很努力,很努力呢 那去继续呢,找回有没有什么方法,帮他继续打脱的啦 那如果也都有一些,这帮人里面来说呢,有没有表正成立,而且罪成的例子呢 那当然一定有啦 那也是啦,现在在蹲的那个呢,戴耀廷也是其一啦 那为什么你要拿戴耀廷出来说呢 即是呢,他后来啦,被判了16个月的嘛,是吧 那后来就叫做保释等候上诉啦 这帮人呢,如果假设真的判了之后呢 他们可不可以叫做保释等候上诉呢 那也都有一件事啊 所以他们来着呢,牵涉下去的东西啊,和时间方面呢 也都是相当之漫长,和相当之多东西搞的 如果你看回那些什么李柱明啊,例如像何秀兰啊那些呢 都挺繁荣的,是吧 就是过完一关,接着下一关又不知道接着怎样了 那现在表正,就是那个叫做表面正攻成立啦 那接着又要再等啦,再等下去又 不知道会判他怎样了,如果真的呢 判了罪成的话,可能又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会换刑喔 可能黎智英说呢,你可恋一下我啦 不不,黎智英没得可恋一下啊 李柱明的那些说,你可恋一下我,我都这么老了 是不是,我用民主之父,求情 我的儿子就离婚啦,可恋 我儿子就说他儿子啦,他儿子这么大,不能说你儿子离婚没理由不关事 这个求情理由太英俊了 是啊,我想想一下 他会用这个,我儿子刚刚离婚,所以我安慰他 我儿子就离婚,我儿子很小啊,要照顾婚啦 这个太夸张了 何秀兰,哎呀,我要管着612啊 不是啊 咦,最想他们 全部拿的,是不是应该是何韻思呢 啊 拉了,如果到时 那个 吴海怡 何秀兰 两个都定罪罪,拉了 要蹲的 还有那个 陈日军 陈日军就说 金佬,让我来吧,书姬 因为随时有什么事 你怎么拿旗呀,怎么拿着那笔数呀 拿囚犯箱震震下 是啊,拿囚犯箱震震下,不行啊 书姬,不如让我拿 然后呢 不是啊,还有一个胡书佬的 那个男人是谁呢 那个,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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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你阿谋吗 啊,志祺我抓的 那当然我可以 一呼百应,叫人捐钱的啦 你可以吗 哇,到时很厉害哦 612呢 不过现在到这个时候才毒吞呢 我想就 差点了 是不是 不过我自己没有想到这几个人 现在他们是终极拼一拼 等于去赌场 买21点 再要多只牌 究竟会不会爆锅呢 吹吹吹吹 真的吹吹六只 吹多少只牌 吹很多只牌 吹七只 吹到面都青了都未必可以 因为现在真的拼一拼 因为如果他认了的话 你说他坐的机会 可能都会颇高 因为你有两条 加上这些长毛 就反安累累了 其他能不能够用 立即搬了什么老人病 何修懒 或者其他不可以 会不会搬什么病 看能不能有机会不用坐 你说这件事 他们唯有真的要撑到最底 哎呀 如果到时这个民主之父要蹲 或者进去拘押 还是怎样 这件事 不得而知 我们暂时来到这里 或者各位 对这这么多人 有什么祝福 有什么说 不妨留言 说一下 他们玩到那种什么 八一八 打算出来走两个圈 还是怎样 啊 这样都有反 不过你太高调了 告诉别人 我会来走 那我这样都不拘捕你 那没理由 过不了自己的关 还有法律上来说 都不应该是这样 那好吧 没错 那好吧 那好吧 我们今次不如说到这里 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 究竟那个判决是怎样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